那緊接著R0的第三個Talk是TUMOR帶來的 如何用GRS截取台灣上市股票股價資訊 好,那TUMOR其實去年也在Pycon幫忙 那其實大家如果觀察Pycon2013的網站 會看到上面的影像記錄大概都是出自於TUMOR的指手 好,那今年TUMOR就由幕後轉幕前 那他跟小海一樣是跨界,但是小海跨是音樂 那他是財金融跨城市 那我想在場應該有蠻多人是對金融這一塊是很有興趣的 那就讓我們以掌聲來歡迎TUMOR帶來的分享 好,謝謝大家 我去年是在Pycon幫忙攝影的部分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去年的照片的話 可能覺得那個還不錯的話就感謝大家 然後今年是因為太忙了 工作之後發現時間越來越少 然後想要做一些事情就比較辛苦一點 好,那我就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TUMOR,那像我去年前年都在CostCup幫忙 在行政組 那像如果各位去年前年有報名CostCup的時候 應該都會收到一些像什麼行前通知啊 說是報名成功之類的 那個都是行政組在處理 那去年做CostCup的行政的時候非常的辛苦 很累 因為去年是辦在TICC 然後當然目標是一千五百個人 然後說要處理一千五百個惠眾 那時候自己還在Amazon上面開機器 去處理一千五百個這個事情 那比如說要寄信啊 然後也是用到SES啊 然後要申請donate啊 然後donate要接一些什麼DKIM啊 怕寄給大家全部變垃圾性 這些這些細節的東西 那其實去年的經驗還蠻豐富的 還蠻好玩的 我在好像在台北拍有稍微分享過一次 就是在我們去年CostCup關於組長 或是會眾這一塊的事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找找看 好 那現在在Pinkoi服務 那Pinkoi就是我的同事都很強 那我是很弱的一個在Pinkoi 那如果各位對Pinkoi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跟我們聊聊 我們現在也很缺的 那就這樣 這張照片是我們去年 不是今年剛去沃克娜旅遊 員工旅遊回來 那公司福利還不錯 那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我的主題 今天要講的就是GRS是在擷取上市股票 這是在投稿的主題 那現在程式已經可以到上櫃 就上市上櫃的股票都可以擷取了 那如果你有在研究股票應該知道還有全證 全證其實也可以了 就是只要在證交所上面有資料的部分 這邊都是可以可以擷取到 那當初會做這個程式是因為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因為研究所研究跟股價相關的議題 教授說要所有的股票資料 那如果念研究所應該知道 可能系上會買一些股票的分析軟體 那可能直接dump下來之類的 那dump不是問題啦 這問題是所有 然後那個年代excel又有6536這個欄位的限制 所以你就算把所有股票dump下來說 你在excel根本開啟不了 那開啟不了你也沒辦法做相關的分析 那你可能要跑一個公司的時候 excel就hand在那邊 那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那你想想看 那他只能塞81天的資料 那我們可能20年的資料你完全塞不進去 好 那時候在學Python 那想說就用Python來處理這類的訊息 就是這類的資料 那後來研究所事情我就站在先放一旁 因為我發現我寫那個工具 還有別的好玩的地方在 所以我就把它加一點點簡單的分析進去 那就可能就像目前的股票建議的網站一樣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好 那我先稍微解釋一下就是 就是訪簽著股票建議大概歸兩大雷 就可能消息類 然後跟技術類 那消息類就是 其實可能就新聞或發布一些重大訊息的時候 那你可能會看到這個新聞去做一些決策 那可能這就比較偏消息面 那也有另外一派的人其實是比較不看新聞 他純粹就只看價跟量 那他可能就盯著那K線圖去找尋一些蛛絲馬跡 那從價跟量或是從消息面 就是技術面跟消息面 這兩個沒有哪個比較好或哪個不好 就純粹看每個人的自己操作的方式 怎麼去做 那總之呢 GIS其實比較偏技術分析這一塊 所以我在做的時候 其實新聞那一塊 當初也有考慮要把它納入去做一些 像斷字斷句或關鍵字一些分析 那不過這個地方我想說先讓它單純化就好 因為這只要是擷取然後技術分析這樣這一塊 好 那GIS怎麼安裝 其實很簡單 就是它現在已經套件了嘛 你就在那個PAP上面去install GIS 那怎麼操作 你就直接派上進去 就放GISInfoStack 當然是啟動裡面一個套件 那它的使用方式 譬如說我要找2618長榮行的股價 你就在Stack裡面打它的代碼 那當然你要找其他 其實就打其他或是打全證代碼也可以 或是打台灣50是0050嘛 也看台灣50資料都可以 好 就這麼簡單 那 因為其實開發到後來就是發現說 其實要有東西越來越多 那有些東西 我寫 我必須要整理存一份文件 那各位可以看文件 看一下上面有其他的建議 或是一些方法可以使用 那我的文件比較特別就是 我有讓它版本化 如果你是 你現在正在使用某一個版本 其實到去年年底開始 我就比較頻繁的去更新它 因為其實之前的Call大概停了快一年都沒有去更新它 那後來是因為工作比較輕鬆一點 對就是越做越順手 有些東西一天就可以解決的話 我就比較可以剩多的時間來玩自己想要玩的東西 那大概就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從4.0開始移入到現在5點到昨天晚上5.5 0.5.5的版本 那如果你可能在用這中間的某一個版本號的話 你可以在文件的後面那個地方 改成你的版本號去找一下那一陣子那時候的那時候版本的的文件 那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有哪些分析工具 譬如說最簡單的就是移動平均 那計算均價乖離 然後判斷乖離轉折或是是打碼賣點 那這些都有相關的方法可以使用 那譬如說我們要計算某一檔股票的均價 那我們可能就在後面用MA5或MAV 就是均價的那樣去 那你打下去之後它層次就會 Return一個數列 數列然後再加一個就是它維持的天數 譬如說因為我們常常都會看說 譬如說我看五日均價 那它是向上了幾天或是向下了幾天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數據蠻好用 所以我把它直接整合到你在回傳旅途的時候去直接判斷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看三日均量 那它是向上幾天的 那向下幾天 那有時候你可以方便去做一些訊號的決策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判斷乖離 乖離其實就是在看兩條均線之間的縫隙的差額 那有時候你會像有些人會看譬如說像什麼死亡交叉 黃金交叉 然後三日突破 突破六日 或是十八日 什麼突破幾日 那你可能去看這個突破的那個點 它開始距離在縮短的時候 或是開始距離在加大的時候 你可以用乖離去判斷這個部分 那這個轉折點就是你可能會取一段區間 譬如說像這個程式預設是五天 那就五天以內 應該說五個開交易日內 它的轉折點在哪裡 那有其他一些參數你可以去看一下文件 然後去設定它 看你要取採樣的區間在哪裡 好 那有些人就是說 我都知道以上一些簡單工具 可是有沒有比較一勞永遠的方法 那以下這個是 以我個人經驗去整理出來一個比較好的四大買賣點 那這個聽起來非常像分析師或是什麼 就大家聽聽就好 大家參考就好 因為這個就 就聽聽好 四大買賣點就距離在這 這是 因為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有稍微去聽一下別人怎麼做技術分析的股票之類的 那這是從別人那邊聽來整理出來就懂 一種的一些小秘訣 那 因為你是學財經 那你會想到說那一天股票就八百多檔 你不可能開著那個看板系統然後一檔一檔找 所以你會寫程式的一個好處就是 你就把它寫一個簡單的script去 去驗證所有的股票 然後去看 那挑出一些你覺得可能可以後續關注的 所以 所以這四大買賣點就是大概就是整理這個 你覺得它可能可以有這些徵兆 你就去找這些股票的可能性 那最後再有人工的方式去挑 去看你該 那大概就是五日二十日跟六十日的均價限 就是 就是短中長期 我指的就是這個 那 我個人在看呢 就會 更早 大概只看三日六日十八日 那各位大概去推銷這個數字就是 早於通常都早於市場兩天或早於一陣子 因為早於這兩天我們有後來的時間去做預測 所以市場一群人都在看五日 那如果我們看三日的話 可以看到一些早一點點的徵兆去做一些進場或退場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在坊間聽技術分析的話 可能有一些老師或台上的講者 或是一些80幾台後面的老師在講的那些東西的話 你可能就會看到 他們在坊間都是講五日二十六十 五日二十六十 對五日二十六十這樣去 就是周線然後月線跟半年線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投機課的話 或者是你只是做短期的話 你可能就是看早一點 就像我就看三日六日八日這樣方式去做 去做操作 好這個就把它規定在 規定要在買賣點的裡面 那各位看來他是可以判斷去 你如果只要看四大賣點 那就用四大賣點 要不然判斷四大賣點 就是四大賣點 那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該怎麼畫 那就直接執行最後一個 去綜合判斷他 他就給你一些建議 那簡單的分析工具 GIS就大概歸類這四個簡單的分析工具 那還有其他的工具可以使用 譬如說 譬如說像第一個 有一些台灣時間 譬如說像這些常用的工具 是因為後來我在做web版的demo的時候 發現有一些工具 我可以把它整合在我的套件裡面 我就不用再 重複的再手寫一個 譬如說像持續轉化 或是你判斷今天台股有沒有開休市 那你可能 這個地方可能用在的就是 你可能每天會跑那個報表 然後每天跑那個 投資建議的話 那六日或者是國定假日 根本就沒有開市 那裡面會有告訴你說 建議到底有沒有開市 你就不用再執行一遍 再跑重複的 那 我的工具也有即時 即時的即時盤 這個其實好像蠻多人 蠻多人有興趣 就是 證交所網站有盤後的數據可以截取 那其實盤中也有一個即時的股價 那 我的資料是從那個地方截取的 那 證交所很神奇 從我大學到現在 他歷經了好像兩次的改版 但是他背後的數據都沒有改版 那不知道是 可能他覺得 定定好之後就 就OK 那這也是好事 總比像那個 氣象局一樣 一直在改他的API 那種 那種窘境 那證交所還好沒有這個問題 那 證交所也很特別 他的 你如果 會截取他的Header的話 你去看到的Header 其實他是用Json的格式在溝通 那我就是把中間那一段 擷取下來 然後直接導到我的程式去判斷 去擷取他的即時資訊 所以你在盤中也可以看 利用我這個套件去看盤中即時的狀況 好 那 上市上櫃的代碼 這個 從5.0版本之後都有 那 全證也有 那到暑記時時間 譬如說 你可能像 證交所在 證交所在2點半 1點半收盤 1點40到2點半是 盤後就是零股交易這塊 那 最終 最終的報表出來 是從2點半 就是大概2點40開始 證交所會開始更新他的所有的 個股的資訊 那從 通常都從2點40之後再去證交所網站看 就是 今日最新的 盤後 的訊息 那 你可以 像在寫web的話 你可能就是 這一整天你盤後的資料大概都不會再變 那你就直接下一個 那個 時間 索性直接 直接把它 catch起來 那如果其他使用者在查的話 就不用再跑到證交所再重複查一遍 那這個套件是大概用在這個地方 那 其實 套件的東西有點多 那 我有整理 我在我的文件上面有整理一個 比較 比較教學類的 那大家可以 可以過去看一下 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螢幕變得好小 這個是 這是我的文件 文件的部分 那像這裡 這裡有一串 就是 可能比較常用的一些 一些 範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 你要如何去擷取一些 那像你可能從證交所擷取完之後 你不想要用我的套件做任何分析 你也可以直接就把它輸出 輸出成CSV檔 輸出成CSV檔 就直接 就是到這邊過一下檔 然後就過去 那 上櫃資料也一樣 譬如說像 8446 就是華原國際的那個 對 上櫃的股票 對 好 那你可能 可以做一些 那這些時間啊 或者像是否開休市啊 你也可以指定日期查 或是今天是否有開休市 那這邊就是即時盤的資料 那即時盤有分 大盤的資料 跟個股的即時資料 那 這個 這個是股票的 然後這個是大盤的即時資料 那大盤的資料 有各類股的 目前的即時資訊 那你都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去 去擷取 好 那代碼的部分就是 你可能需要一個list 去跑你的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找 那我也提供一些 比較簡單的搜尋 譬如說 你可能忘記代碼 從他的某個字去找 也可以 好 那倒數時間 這個都不用 轉折點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對 那買慢點分析 這個剛剛也有提到 好 擴充月 這個就是後來 如果我們預設是 你如果不指定月的話 default 就是三個月 那你可能 除以到資料 除以到一半 你覺得還想補充月的話 你可以再使用這個方形 去補充到後面 再補充 把資料再串進去就是 對 好 就是這個簡單的 那個 的example 那大家可以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試看看 好 那它還有其他的運用 譬如說像 因為我之前 有一陣子也在玩 GAE 就是Google App Engine 那Google App Engine 上面我有寫一個比較 比較好玩的東西 譬如說像 你可以跟它講話的機器人 我來demo一下那個機器人 有一陣子 那時候MSN還在的時候 有一陣子大家很喜歡玩 那個什麼 股票機器人 可以跟它什麼 股票股市助理小幫手之類的 那有陣子 有一次我去 便利商店看到那個雜誌 這種東西有人竟然拿來說 一個月可以月繳三百塊幾百塊 然後就一個機器人跟你 爆即時股票之類的 這個這麼簡單 用GAE兜一下就有 所以就 我就用GAE去寫了一個 比較 比較 看得到嗎 譬如說 我要打1201 我就可能問它一下 現在1201的 的價格是多少 這個是盤後資料 那我可能要看即時盤 譬如說1201 你給我一下 目前即時的股價是多少 那我可能也可以打 大盤 那如果我通常都不知道指定是什麼 你可以打 打help 那我這邊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文件 我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 可以用什麼 打不開 這裡 譬如說 你可以個股代碼查詢 然後 然後 像這個很特別 計算買進買出 因為有一陣子我在 做交易的時候 都會 因為有時候 你會 你會做換股的動作 譬如說你今天 買的是科技類股 就科技類股突然在 灑盤 然後你可能去看其他類股 食品類股突然 它是 可以稍微避險的動作 那你 你可能 你會覺得 錢放戶頭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增值的空間 你可能會 做換股的動作 譬如說我可能從科技類股那邊 去找食品類股去換 所以你做換股動作 你可能會計算它的 買進賣出 你可能應收帳款 跟到時候 你換股之後的 應該要應付的帳款 是多少 那可能要扣掉手續費 所以 那時候就 在操作旁邊 會按一台計算機 我會覺得這樣 這很無聊 我就把它寫到 程式裡面去 譬如說我 用20塊買 那我可能要負擔了多少 手續費 跟 一些其他的費用這樣 所以我也把它寫到 我的機器人裡面去 那 有一些計算機功能 其實你到Google 計算機就可以 那另外一個塊 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新聞 這個我是整合在 整合在我的機器前面 譬如說你像 你可能 你可能在盤中的時候 你想要看一下新聞 那你可能就可以打一下 目前 嗯 你可能想要看一下 此刻的那個頭條新聞是什麼 那你call它 它就告訴你 目前在Google News上面的一些 比較 比較及時的新聞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大概是哪 我找的大概都好像是偏 對 就是 就是即時新聞 對 那你可能想要找一些 比如說想看一下 我想要看福茂的新聞是什麼 那它可能告訴你福茂 對目前此刻有什麼東西 那你可能就可以做這樣的方式去 去跟它 然後它就回傳你一些 比較 近期的新聞 那這個是整合 Google News Google News 那API去做 那當初有想到 就是用這個方式去 做我剛剛講的那個新聞 關鍵字去看一下市場 你可能在8點半的時候 跑一次分析說 今天 今天的市場上面的關鍵字帶是什麼 氣氛是什麼 你可能可以做一些類股的 標的的選擇 因為800多檔 每檔可能看起來都是好的股票 但是它會不會暴衝才是你的重點 要不然你其實每一檔都買 但是你就是 你還是要把你的資金集中在某一個 你覺得它近期內會有漲 或是其他方式 其他方式的一個股票 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看一下它 我當初這個想法就是用這個 開盤前跑一下去看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氣氛是什麼 就用關鍵字去搜尋 然後去做 後來因為沒時間做 這個就暫時先放著 對 那另外就是每日的那個 那譬如說像 這個就是 像這個城市已經跑了快兩年 我還是有時每次會去看一下 那它就大概有一些投資組合 譬如說像 三日均價 然後大於10塊的 這比較嚴謹的宣估 那你覺得那些可能是 可以建議股票 那可能有一些你只看 看長期關注 譬如說有些股票 譬如說量價走平一個半月 它是 就是 老師會跟你說 這個已經在足底足很久了 你在等大概引爆點在哪裡 對 你可能去看一下量 量是否大於前三天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量大於前三天 你不可能在第三天才知道它爆量吧 你可能就是在量價走平一個半月內 這些的股票也可以稍微關注 然後去看一下 然後再 評一下自己的經驗去看 所以大概就是 你可能會研究一些 比較 觀察的 一些 投資組合 譬如說有人在看 量價走平一個半月 因為我是用標準差去算 因為其實這個沒有絕對公司 我是用標準差去算 標準差就是它 它就是平均 你上下幅度沒有很大 它的區間在一個半月 那我大概規約出好像平均值在2點多吧 2點多左右 0.25左右的平均 標準差 可能就是 可能就會 就是我所預期的量價走平一個半月 那大家就聽聽就好 那 市打買點 就是跑剛剛市打買賣點的那個公司去跑 那就是可以整理 每一天 整理這樣的股票 分析讓你去看 對 那你上班嘛 下班之後就看這份 然後再看市場你的戶頭 有些哪些閒錢 然後再去做一些投資的 的決策這樣子 好 那最後是一個Web的demo 之前有大概寫一個 簡單的Web版 但是 我前端不是很OK 所以寫得有點尿尿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譬如說 我看 我們都看長龍行 好 它其實是一個簡單的一些圖表分析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量跟價 然後 一些 投資建議這樣 那 我預設就是 我講 市場都是看五日二十 六十 那你可能會看 我想 三日 六日 十八日 那你就給它一個這樣子的 的 path去 然後 它就轉成三六十八去看 那當初這個只是在做一些實作的 因為 你套件寫完 因為其實 講完這樣 就是大概講一下就是 我套件在做其實 目前沒有什麼人有給我feedback 我都要自己去google說 到底有沒有人在用GRS 那 這作者就很可憐 自己看到底市場到底有沒有在用 可是我參加幾次conference呢 我遇到一些朋友 或是遇到我不認識的人 他們都會跑過來說 欸你是2mo 你是不是寫那股票的 我說對對 我說你有在用 我說我就很高興 說竟然有人在用 那我就問他說 你們是怎麼用 你拿我的套件到底用 怎麼去處理你的 對 你到底用 怎麼用它這樣 因為其實 可能是大家覺得 投資股票這個比較保守的 所以變成說 沒有什麼在交流 那 變成沒有交流的話 變成我自己開發 就是我自己開發用的工具 那如果你可能有在用 你也可以來跟我講一下 你們是什麼 什麼用 或是你覺得有哪些功能 可以 可以加進去 那反正我都是open source 那 open source 怕沒人用呢 license是MIT 就是你自己拿去 商業行為也OK 這就是非常 非常鼓勵大家來給我feedback 或是我們互相交流一下 怎麼用 那最後呢 最後最後最後 還是要放上這個標語 就是以上投資不保證收益 然後使用錢還是要 詳閱一下JS的文件 那就僅供大家的參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現場會就有問題嗎 小孩大大 我想問一下 不知道拖摩大大有沒有可能開課 就是我可以付300塊 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 因為其實我沒有 我覺得這種就是大家會互相交流 因為就是資訊不對等 因為其實投資各玩各的 或許有些東西是可以互相學習 對啊 講開課我不敢亂講 對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 那我可以再問一個private一點的問題嗎 好 透過GIS有賺到很多錢嗎 賺錢還是有啦 大家學經驗的也是有啦 就是各辦各辦 好 謝謝大家 我有你的電話了 謝謝 好 好那 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後面 後面 你有預期未來加入每日盤後交易明細的功能嗎 每天交易的券商在證教所都會有公佈 你說三大券商的那些資料嗎 不是 全省有1400家券商 這個在證教所上面有資料嗎 有 上規上市都有 哦 那好啊 那我就加 沒有啦 因為其實這家我上面超多資料 那我當然以我常在看的加 沒有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我就加 否則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加什麼 我什麼都加 可能董事會的資料也加 然後那個歷史資料嚴格也加 那個加也沒有意義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用你就跟我講 那我就 要不然就送個po request給我 就是之類的嘛 我就再加 譬如說前日有人跟我說 你要不要加一下台灣銀行的金價 因為他們有在看金價 我其實一直想說 你看股票看金價在幹嘛 我不知道 那我說好 我這個列在issue裡面 我有時間在改 要不然其實都可以加啦 那你們有用到 我就試看看 就這樣 要不然你幫我送個po request 就這樣 謝謝 OK 好 那我們一掌聲 再次謝謝TUMO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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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